玉里春日社区目前累计有26例确诊 郑公所清洁队还是持续调派队员穿着防护衣还有清销设备 针对了春日里火车站公车站还有市场等地方来进行全面的清销 玉里春日部落群聚新增一例社区内民众确诊总计有26例确诊 公所清洁队仍然持续调派队员穿着防护衣以及清销设备 针对春日里火车站公车站以及市场等地区进行全面清销 它这个相关的处所还有相关的周遭的一个环境 我们会今天马上已经启动相关扩大的一个清销的任务工作 所以我们会把整个部落的重要的一个交通要点 还有民众的相关聚会的一个场所部分的话 我们会做这个前面线的一个清销工作 因应确诊人数逐渐上升 荣民医院玉里芬院从23号起启动快筛站直到5月1号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6点半 假日则是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 有筛检需求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服务时段内 到急诊室的外帐篷区进行快筛检查 预理镇长也提醒预理镇的民众 在疫情严峻期间应该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 如果有需求请尽速前往筛检 记者高双双预理镇采访报道